二位太君吃好了 你的 你的 太君 您怎么吃饱了撑 不是 骂人啊 你的 你的 你哪里好 哪里哪里 这驴再好 他也没有黄金好啊 你的 黄金的 鱼鸭的 头脑的好 是是是是 驴 黄军一样的好 帘 来 张大军 太君 您看这个还没 哦 钱帝 过来 张军 我不姓钱 我姓贾 哦 贾弟 钱帝 你的给 叶门鸡 嘿 嘿 听见了吗 太君的意思 是让你把钱给我 啊 现在不给也行 你先欠着呀 嘿嘿 不是 我今儿赔双份 那怕什么的 我有好事给你 听着啊 黄军有料 就是城里所有的牲口 都得集中起来 哎 听后 黄军的 教育 你明白了吧 哼 我明白了 是牲口都得听黄军的 哎 这种好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这儿又没牲口 这是什么呀 酱驴肉 啊 哎呦 哎呦 贾队长 我们这可都是肉驴 肉驴也是鱼 不是 肉驴它不能干活 黄军让它干活 它能不干吗 贾队长 您看这酱驴肉 我是给您包起来呀 还是您直接端走啊 什么叫包起来端走啊 黄军要的可是活驴 哦 活驴啊 没有 您不信 直接跟我上后院看看去 哎 我他妈看看就有了 嗯 香烟 杨虎 香烟 杨虎 哎 您还没给钱呢 哎 这 这 这 老子抽大爷都不给钱 快去去去 玩去玩去 啊 多嘞 哎 我赔饭钱 你赔烟钱 嗯 您哪儿赔了 这是贾队长 让我给您的饭钱 哼 他能 哎呦喂 你想的个真行的你 哎呦 你还傻愣着干什么呀 到后院找水根的 要俩窝头 哎呦 要俩火了去 哎 谢谢师父 哎 哎 这什么事啊 哎 这饭钱都得这么要 小知道 你没听错吗 他让你拿的是火烧 不是 是俩火烧 行 不信 你问问你 哎 等等等 你自己拿吧 啊 你也是 人家一个孩子 我 我那块肉呢 哎 这小子 你看 小知道 这 哎 小知道 小知道 你这孩子 这掌柜的 没说给你肉吃啊 啊 说了没有 记不清啊 嘿 我说你这孩子 什么事 这些天鬼子在大量的征集牲口 可能又要今天早当了 你先咽了再说 听郭德财说 为了这事 今天下午 黑腾要召集几个大村的围池会长开会 郭德财是什么人 郭家村的围池会长 是自己人 哦 我明白了 那这么说 郭家村就是我们的堡垒村 那当然 区委让咱们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 明白了 哎 哎 你怎么也得咬一口 哎 不是你这孩子还这么客气 建立王道乐土 需要牲口 维护新秩序 更需要牲口 总之 皇军和牲口 是不能分开的 对 有牲口 叫得有皇军 是 郭德财 哎 你们国家村是模范村 是是 希望那里的牲口 也是模范牲口 是 明白吗 那那那那那是那是 牲口嘛 都是为皇军效力的 是吧 是 太军 您还有什么吩咐 还有 还有 后天 野抠大祖的剑内做寿 各村 都要准备好礼物 这都不明白 野抠太君的剑内 什么叫剑内 媳妇 明白了 是吧 咱们叫媳妇 太君叫剑内 剑内 这件事情 也交给你来办 嘿 太君 您放心 我就当时 给我亲妈做寿呢 在顶箱楼摆寿宴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不是开牲口会去了吗 嘿 赵国家 您说话别这么难听 行吗 那是我们新明慧 为了配合皇军 征集牲口 所以才开了这么个会 所以我说是牲口会吗 嘿 我是 得得得得 您别提这牲口的事了 咱们还是说说那个 野抠太君的事 还有 还是牲口的事啊 不是 您这 你听我看 在这儿摆寿宴 就是冲着驴来的 哦 说得也是 可咱这儿哪儿有驴啊 那就再让冯老板送一头来 哼 我估计啊 这冯老板的驴 还没到安邱地境呢 就得让皇军给调遣去 回去 告诉村里的老百姓 不要担心 皇军会像对待自己兄弟一样 对待他们的身口 是 我就不愿送了 各位请留步 哦 太君 您慢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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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備隊, 叫黃銀不要聽電話 巴掌, 你說我他媽是誰 我他媽是黑騰 你立刻到這裡來, 有緊急任務 慢轉身 來, 長大師, 您的菜, 切了 幾位, 慢用啊, 慢用慢用 今天的, 他的, 做東 我的, 我的 我明白, 我明白, 我的 明白, 您還是做西 我的, 做西的, 不要 不做地搞 黃隊長, 就您一位啊 一位, 您客客去 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聽著, 到後邊給我挨屋搜 把所有住店的都給我轟出來 去 各位老總, 老總, 再去, 再去 不是, 哎 不是, 您, 您 所有人都給我聽著 都聽著 馬上給我滾出頂香樓 您這什麼意思啊 這沒你看, 忙你們去啊 不是, 您看人都走了 我還忙什麼 幾位太監 黑騰太監定了 他這 八嘎 八嘎呀 是, 是黑騰太君 讓我八嘎的 不是, 您聽著 你聽著 黃隊長 怎麼樣 挺好, 挺好 這不是, 這幾位太君 這不是, 這著罵我的嗎 是 八嘎 女兒 誰 不會, 不, 對 坐東的這位太君 太 tête君 您這這坐東 我這兒 黃隊長 太君 孫長 嗯? 有個事情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都這樣了 您還跟我商量什麼呀 您儘管吩咐秒 很好 从现在起 顶香楼被黄军征用了 啊 不是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出入 不是 吴福贵 来了来了来了 到 王队长 干什么 不是 为什么我们不得出入啊 因为 因为 这个前后门都有黄军把守 所以出路不得 报告黄队长 后面就三个人 这三 你们俩给我赶紧走 赶紧的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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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仨老老实实给我这待着 你 赶紧 把东西腾腾给我放回去 这不是扫荡 我就说嘛 哪有跑到饭馆来扫荡呢 你他妈拿人碗干什么呀 扫荡黄大长 其实我想拿锅来的 天里边炖着肉呢 混蛋 你给我拿回去 这他妈不是扫荡 不扫不扫呗 骂什么人呢 荒队长 扫荡道咱们过来干什么呀 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问那么多干什么呢 就是 你他妈先打击什么你 不告诉你吧 显得黄队长不够意思 告诉你吧 连黄队长自己都不知道 是吧 是吧 你他妈给我鬼呗 黄队长 哎 太阳 列队 好 全体 列阵 哎 太阳 黑藤太阵 让您列队 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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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啊 分两列中队 集合 报告太阵 列队完毕 请您生化 吴富贵 他报告得对吗 吴富贵 应该说 报告首长 部队集合完毕 请首长指示 这 嗯 嗯 嗯 你 按照他说的 报告一遍 嗨 哎 错了 这八路啊 从来不说嗨 八路 八路这怎么回事 太阳 这八路 这八路 我 我 帮助这些 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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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哥 嗯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哪知道啊 您把我当黄蝎君了吧 哎呦 那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掌柜的 嗯 我看您啊 就别操这个心了 我能不操心吗 咱们这儿都快成兵营了 嗯 掌柜的 这皇军要干什么 您能拦得住吗 我估计啊 没什么大事 我看咱们还是踏踏实实的 在这儿听黑藤太君的吩咐 就行了 啊 行 行 行 至于我的这条毒计 具体是什么 到时候就会告诉我 总之你们现在 要严格模仿八路的特点 学他们吃饭 学他们走路 学他们说话 学他们 的一切 这位吴福贵先生 是我请来的八路 啊 对 方面的事务专家 就由他 来训练你们 彭近平 在 你现在 是这里的最高长官 他们 都听从你的命令 是 可是 这 这把上方宝刀交给你 如果谁敢违抗你的命令 你可以先奏 后展 啊 那我要他干嘛 先揍他们一顿 要不听话 就斩了他们 哎呦 好嘞 咱们开始吧 太军您慢走 哎哎哎 华尚 您这俩字就不行 嗯 你们听见了吗 太军 什么叫太军呢 这八路嘴里根本就没有这词 一律叫鬼子 鬼子 什么这搞 这个你都不知道 你们就是鬼子 鬼子 就是你们 哦 你们就是鬼子 不对 我们是汉奸 你怎么才是汉奸呢 我也没说 我不是啊 别吵 别吵 哎 注意 这八路可不姓骂人 哎 我接着跟你们说 这个八路啊 管黄邪军和警备队都叫伪军 也叫狗子 哎哎哎哎哎 那真机队那帮小子怎么叫 那可就多了 啊 你像什么狗特务 啊啊 狗汉奸 狗腿子 走狗 哎 甭管叫什么了 反正加个狗字就对了 等等等 都听明白了 明白了 咱们这儿真成兵营嘛 哎呀 黑藤大军 哎哎哎 你看 黑藤大军 您就放心吧 一切都听从黄队长的吩咐 哎明白明白 嗯 哎 您慢走啊 黑藤大军 嗯 慢走 您小心 小心抬架啊 哎 哎 哎 呃大军 我送送黑藤大军 出去对不起 我说你凭什么就答应他呀 哎呀 保禄 哦 对了 应该是你答应 哎 这什么呀 就不该答应 这能不答应吗 啊 你瞧瞧这架势 再说了 人黑藤大军不是说 还有这个吗 啊 是不是掌柜的 这行了 咱们就先暂时相信 哎 哎 保禄 你到厨房去 把那个坏的 要扔的吃剩下的 全都给我回回锅 哎 味儿要重一点啊 那可不行 我都答应人家张大爷 把干水给他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惦记这喂猪啊 先喂他们吧 把车呢 来那儿 看他怎么着 呦 太军 您怎么不进去啊 进去的不行 哦 那您 待着您的 进去的不行 进去的不行 我是奉黑藤太军命令来的 嘿嘿嘿 进去的不行 哦 好好好 我不进去 还不行吗 进去的不行 哦 赶紧就会这一句啊 哎 谢谢 哎呀 哎呦 54 贾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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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正找您呢 找我干什么呀 跟您交差呀 生后都预备齐了 备齐了 这回呀 我们把全村的生后 都交出来支援黄军 那你们村一共有 多少头牲口啊 一共有这个 一头毛驴 接着说呀 说完了 不是 我还是叫他们一头毛驴 是啊 贾队长 您别看这头驴 它又老又瘸 这 这村里人一听说 是支援黄军 那可不能含糊 二话没说 当时就把这头驴 拉到极上 换了二百个鸡蛋 换鸡蛋干嘛呀 给野靠泰军那个 那个剑内 准备受礼呀 怎么这么乱呢 是有点乱啊 他这两件事赶在一块 还真让人犯嘀咕 您说是皇军的牲口重要呢 还是泰军的剑内重要啊 这按理说 这牲口和这剑内 它一样重要 可这里不还有您贾队长的事吗 所以说啊 我觉着还是这剑内重要 因为泰军这剑内 它不是别人哪 那相当于您贾队长的亲妈呀 什么这么乱七八糟的 都给我说晕了 我是说呀 这几年我们村 它不是穷吗 它想支援黄军 它那也是有这心 它没得力呀是吧 它交了牲口 它就送不了寿礼 它送了寿礼 它就交不了牲口 和这人跑我这儿 哭穷来了 您说我也真是的 它我用得着跟您哭吗 它我们是真穷啊 行了 这么多废话 我就问你 这牲口用 换鸡蛋了 鸡蛋呢 不知道啊 刚才进城的时候啊 让警备队给扣下了 说是要替我们送给野靠太军 那送不送的我可就不知道了 那能送吗那个 哎 喝着我又 他妈什么都没落着 他们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 非在这儿训练 哎呀 掌柜的 这黑腾太军不是说了吗 那是绝密任务 不能让外人知道 咱们都给捐的一块了 还能算是外人吗 哎哎 你们算不算我不管 反正我算 谁看啊 谁看 哎呦呦呦 黄队长 怎么着 老太太还在乡下住呢 在在在在 黄队长 您也不出空去乡下看看他老人家的 干嘛 我追到乡下找骂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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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去的不行 哎 哎 哎 我买完烟你 投去的不行 是我 蔡君黄金镖 投去的不行 哎 行行 那不出就行了吗 这 投去的不幸 啊 啊 啊 昨天 叫我他妈会的依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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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 你们 就是拔路了 啊 继续 啊 继续 嗯 要想当好拔路 就对我一个拔路的样子 啊 哎 说你了说你了 把腰挺直了 坐没坐像的站没站像 嗯 你这 嘿 你这腿 腿进去 怎么 放开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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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啊 这 这东西还挺好使啊 嘿嘿嘿 吴福贯 你不是说 八路不打人吗 你们是八路 不能打我 我不是八路 所以可以打你们 哎 这还没地儿说理 不是 黑腾带军说了 嗯 不对 这个 黑瞎子说了 然后我 对你们机构 严加训练 啊 你们谁要是不老实啊 可要小心了 嗯 下面 我就给你们讲讲 八路的军纪 啊 一共有三条 就三条啊 还真不如 这第一 要一切行动听指挥 啥叫一切行动啊 这一切行动啊 就是一切行动啊 啊 就是行军打仗 那就不用说了啊 吃喝拉撒睡 那都得听指挥 啊 这第二条 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什么是群众啊 群众就是老百姓啊 比如说咱们到了老百姓的家里边了 不能拿老百姓的一根针一条线 哎 这点好办 没事拿人家的针线干什么 要拿 也得拿钱呢 哈哈哈哈 抓鸡的干 废话 连针头线脑都不能拿啊 你还拿人家的钱 还抓人家鸡 枪毙 啊 这就枪毙了 嗯 你说这倒霉菜式 抓了一只鸡就被枪毙了 呵呵呵 认倒霉吧 谁让挑上他们呢 啊 下面我给你们讲第三条 一切缴货要归功啊 比方说 打仗的时候 缴人家的枪 一定要交功 这条跟咱没关系 咱向来是交枪 没讲的枪 哈哈哈哈 不是 你们现在是拔路 知道吗 拔路得交鬼子的枪 交汉贱的枪 我把这给忘了 老子现在是拔路啊 哈哈 你 交枪的干活 八卡 交枪的不行 我的 也是拔路的干活 来来来啊 听好听好 刚才 我给你们讲了 拔路的三大军纪 啊 除去这个三大军纪 还有八大注意 好 第一 第一 说话要和气 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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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啊 我不去 我不干 我不会 我 什么你就不会啊 你给我热着菜去 看什么呀 你们是拔路 我不是拔路 是吗 后会 继续 嗯 快去 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嗨 嗨 太监 什么事你这么高兴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 啊 叫做 人风喜事 精神爽 又娶媳妇 又过年 娶媳妇 哦 你要娶媳妹了 恭喜太君 恭喜同习 恭喜同习 呼说 叶靠大佐 对我的计划 佩服的 五体投地 一塌糊涂 叶靠太君都给您贵了 应该是一点都不糊涂 是您那 征肌身口的计划吧 不是 征肌身口 啥子都会 要不就是 您准备受理的计划 不是 准备受理 笨蛋都行 那是 那是 要不您 咱们两件事都交给我的呢 那是什么 更肥点的菜式 一块交给我 这个菜式 一点都不肥 很瘦 而且 不可告人 第八 不虐待俘虏 意思就是说 对交枪投降的人 一定要优待 不能打 不能骂 不能骂 还要好吃好喝 好招待 愿意打鬼子的 就留下来 愿回家的 我们可以发盘缠 这条对好 以后见到八路啊 不用玩命的跑了 直接投降 好招待 你们就是八路 跟谁投降 要投降也得投降皇军 不是 也得投降鬼子 你们指望着他们优待啊 做梦吧 没错 没错 别说投降了 咱们现在跟着人家卖命 也没见他们优待过呀 可不是嘛 又半年多没发响了 哎 没发响就算了 更缺德的是 每回扫荡的时候 都让咱们在前边 挡枪子 躺地雷 撤退的时候 一转身 哎 他们跑前面听说 咱们在后边 还是挡枪子 你们里说什么的干活 说鬼子不是东西呢 鬼子的 皇军的干活 八咖 八咖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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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是八路 你们的明白 说 鬼子不是东西 鬼子的 东西的不是 对 连他们自己都说 不是东西了 哎 不对吧 我怎么听说 要是让八路抓住了 不是枪毙就是活蛮呀 这 胡说 这 一瞧你们就没让八路抓住过 你看 你们没当过俯罗那样 是 你当过 这 那当然了 要不然 能让我在这儿教你们吗 这不是跟你们吹 那想当初 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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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连门 这个军纪已经给他们讲完了 就差实际操练了 天不早了 快点了 嗯 听我的口令 全体齐列 离道 现在开始实际操练 不再来 几周咯 见着老百姓 一定要和气 一半的情国下 叫老乡 见了上年级的男人 叫老大爷 或者叫老爷爷 见着上年级的女人 应该叫大娘 或者叫老奶奶 你们两个 出列 你是八路 你是老头 你们俩碰面了 你应该怎么说 嘿 这个我会 你好啊 老爷爷 哎 孙子 我挺好的 你他妈叫我别爱你 谁这么 你他妈怎么骂人呢 我他妈骂人 别吵 别吵 谁谁谁谁 你他妈跑这儿捡漏来了 对对 去 我那壶茶去 不贵 你过来 你们先歇会儿 这么啥呀 我光顾着吃了 怎么样了练的 哎 白哥 不是谁都能学得了八路呢 你瞧你瞧 就这几块料 这还是从好几百号人里 跳出来的 我不知道黑藤泰君这唱的是哪出 还真打算把他们训练成八路啊 哼 他们要真成了八路 那我还能活着出去啊 哎 各位老总 哎大家辛苦了 喝点茶解解渴啊 哎呀我看谁敢动 一个个一点规矩没有 好 要谢谢老乡 要谢谢老乡 预备 说 谢谢老乡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预备 喝水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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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谁那么给你抢 谁那么给你抢 黄军的抢 什么抢 黄队长 对 我都是拔路 凭什么你先喝 哎 拔路 怎么他们是拔路啊 对对对对 他们现在就是拔路 哎呦 黄队长 我马上去报告去啊 回来回来回来 你他妈报告谁去啊 不 哦 对对对 黄队长 我直接报告您算了啊 他们是 拔路 嗯 这他们还是我刚告诉你的呢 是啊 不是 这怎么回事啊这这 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啊 这这 照我说的做 富贵 富贵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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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浇浇水根 怎么招待拔路 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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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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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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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懂吗 再说了 让你干什么 你敢不干 那倒是 真他妈怪的 甭管干什么 安邱警卫队也有三四百号人 干嘛大老远的 非得从咱们临城警卫队调人 这你都不知道 安邱警卫队 都是饭桶 你他妈说谁是饭桶呢 你 你他妈 你他妈 黄队长 不打人骂人 你一下把两条犬犯了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我他妈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喂 刘柔弟 快快给拿来 你们喊什么喊 你们现在是拔路 这到了老乡家里边了 所以不能大呼小叫的 等我坐好 坐好坐好 坐坐坐 坐好 老乡 上饭吧 各位老总 请慢用 啊 就吃这个呀 怎么着也来点肉啊 听说你这驴肉火烧不错 对对对 一人给来两桃子 再来一瓶酒啊 对啊 这个地 我到底不行 对 非得不行 行了行了行了 别躺了 这拔路吃这个 那就算是好的 不可能 他们打几仗来 一个个这么猛 就吃这个呀 不能说光吃这个吧 对呀 怎么能光吃这个呢 还有粥呢 我给您拿点 对对对 来来来来来 来 慢用慢用 好好好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赶紧吃吧 赶紧吃吧 赶紧吃吧 他不是不敢 他是不想 他是不能 他不 行了 咱们别说这个行不行 啊 赶紧吃饭啊 赶紧吃 您面子 吃 吃 吃 好吃 黄队长 嗯 我还特意给您留了一盘驴肝 哎呦 哈 哈 哎呦 黄队长 那 幸亏您不是拔路 嗯 要不然也得跟着吃窝头啃前菜 哈 哈 可是老子们偷偷摸摸的吃 这日子长了 这也不是个事啊 你放心 嗯 尝不了 黑灯太君说了 嗯 就这几天的事啊 嗯 哦 这就好 这就好 帅哥 哎 短走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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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队长 嗯 您慢慢喝 啊 忙你的忙你的 好嘞 嗯 哎 哎 哎我说 你就别老吆魂了啊 啊 这儿现在不是饭馆了 是老乡家 啊 对对对 您看我这脑子又忘了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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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次什么任务 这不 不知道 反正啊 就让我教你们拔路的规矩啊 黑灯太君要找一个熟悉拔路的人 这不我大哥把我找来了吗 哎 不会是让咱们去逃拔路吧 你直接找了 哎 黄君 鬼子能让咱们去逃拔路 哎 哎 哎 那是让咱们打住拔路那波的吧 嗯 嗯 这倒有可能 嗯 那 那两个鬼子是来监视他们的 哎 哎 行了行了行了 啊 你们几个也别瞎猜了 反正制点拔路的规矩 没什么坏处啊 对对对 说不定哪天哪 就成了人家的俘虏了 哎 哎 吴夫儿 华路真像你说的那么优待俘虏 那当然啦 别说是咱们中国人 就是他们也照样优待 平安无事哦 是 香菇 平安封 无事哦 哦 这八路也真是的啊 放得好好的客房不睡 非得睡着院子 你没听人家吴富贵说吗 这叫不骚扰百姓 真要像咱们似的 一进村就饶得鸡犬不宁的 这老百姓能那么帮着他们吗 说得也是啊 这睡就睡吧 干嘛还拍两个搞笑 你没听人家吴富贵说吗 这叫防止鬼子偷袭 呸 这前后门都有鬼子把守着 谁偷袭谁啊 有烟吗 来一个 早就没了 忍着点吧 我他妈忍不住了 快醒醒 干什么呀 有烟吗 没有 你别走 太厉害了 救命呀 發辣 别动, 老子是八路 八夜饶命, 酒精不辣, 枪在那边 你吃饱了, 撑呢你 你瞅你那个熊样, 我在跟你开玩笑呢 有他这么开玩笑的吗, 吓死我了 趁你注意了, 撑一字横罪 集合 集合了, 你这愣感, 这这, 客了, 你站好了 他妈一个人, 行行行 听我的口令, 李正 老叔 一, 二, 三, 四, 够, 老口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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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里面还有鬼呢 就你们俩, 要说中国话, 你们得明白 一, 三,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十, 十, 十 好 你们俩,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把后边的人都带到日本去了 出来出来出来 算了, 别折腾了, 赶紧开始吧 我们今天, 训练的科目是 帮老乡干活 你怎么跟没事人似的 怎么没事啊 我这不是刚把他们伺候吃完了吗 要是吃饭嘛 这分明是在糟蹋粮食啊 他们也不搬雷劈了 拿起枪, 能打仗 放下枪, 能干活 这就是, 拔路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 这我们也得学啊 对啊, 不打仗的时候 拔路就帮老百姓干活 当兵吃粮, 吃粮当兵 这, 这, 还得干活啊 这, 废话 不干活, 那粮食从哪来啊 抢来的呀 不, 那是你们 拔路, 从来不抢老百姓一粒粮食 那是, 抢一粒粮食管什么用啊 你看, 不是 怎么叫他妈你那么多废话呀 啊 给他们拍活, 拍活 一张 那你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还用问呢 他们是想学拔路呀 这用得着你说呀 可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学拔路啊 吃饱了撑的呗 不可能 哎, 哎, 水根 你说呢 我, 我哪知道 我只知道啊 他们是老总和泰君 人家怎么吩咐 咱就怎么伺候着 对吧, 掌柜的 哎 去去去去 师哥 我可不听他的 我听你的 你听我的 嗯, 行 我让你听他的 啊, 还什么啊 你还有别的招吗 哎, 老乡 啊, 哎呀, 泰君 哎呀, 我怎么成您的老乡了 你看 嗯, 我们的, 泰君的不是 鬼子的是 这没人说您不是啊 哎呀, 对, 我们的, 八楼的干活 哎, 老师啊, 这, 谁让你们俩在这聊天了 赶紧的帮老乡干活啊 哎呀, 你, 小弟, 你, 擦桌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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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不不不 这多不合适啊, 你看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哎, 你们两个, 敞坎儿了 支持他们, 啊, 放心 这, 这, 谁敢呢, 这是 别害怕, 瞧 这儿有上方宝道 有着这个, 他们两个就听话了 你看见没有 这玩 neo还挺好使 你们两个, 晃过来 你, 擦桌子 你, 扫地 妈的 你们俩吃货 俩人摇一个露露 还这么费劲 你别站着说话不摇头了 要不然你来摇个试试 废话 没听吴福贵说吗 革命工作 风光不同 你们打水 我来淋头 从哪开始啊 就从这边吧 干嘛呢 干嘛呢你们 报告 我们在帮老乡干人家大伙 大 什么大伙 什么大 报告 我们准备把顶箱楼拆了虫盖 谁让你们干这活的 吴福贵啊 他说老乡的房子要是被皇军给 被鬼子给烧了 八路全帮他虫盖 这 那他们也得等烧完了再干呀 那可不行 哪有八路烧老外星房子的呀 你等等 混蛋 你 你们俩他们诚心跟我捣乱是不是 你信不信我 我我 混蛋学 饶命 饶命 你瞧 他妈这德行 你瞧这德行 那八路有喊饶命的吗 有吗 对呀 咱们是八路 对 叫你不是 我们是八路 你瞧 这还差不多 是吧 继续操练啊 继续操练 是 是 是 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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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活怎么能让您干呢 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老乡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别叫老同 我们是 我们是八路 八路 得他妈叫 同志 好吗 哎 哎 同 这 同志 哎 我怎么叫着这么别扭呢 你叫着别扭 我他妈说着还不顺口呢 倒霉 您有什么倒霉的呀 我觉得挺好玩的 好玩个屁 我们几个在临城待着好好的 非赶上这么个倒霉餐呀 哦 你们是临城的呀 我说怎么看着这么面生呢 来来来还是我来了 哎呀 你别别别别别 哎呦 老同好走来来来来 我来我来我来 您歇好啊 不不不不不 不行不行不行 啊 我不是说了 八路军给老仙干活 哎 从来不犀利 哎 哎 那小子有烟的呀 你他妈干谁叫小子 哎 老子就是有烟也不给你抽 有 有你这样的战友吗 他妈 你哪像个八路啊你 你他妈像 你们俩啊 收拾完了这间 再收拾那间 知道了吧 是是 哎呦喂 宝露 你就别闹了 把这破玩具给你放下 对对哎 哎 那不你说的嘛 人家怎么吩咐咱们 咱们就怎么干呢 嘿 我说你还有理了啊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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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我又称他们老乡了 哎呦 哎呦 那二位有什么吩咐啊 什么叫我们有什么吩咐啊 哎呦 是你得吩咐我们啊 哎呀 快说 让我们干点什么 哎呦 哎呦 老乡 嗯 别怕 我们是拔路 哎麻烦您哪 给我们两位找点活干 行吗 嘿嘿嘿 您看这样啊 我们这也没那么多活 让你们看 哎呦 要不这样 你们啊到别的家去看看 哎 这主意不错啊 不错什么啊 老乡 你出得去吗 哎老乡 哎 我们这个八路啊 不能出这个门 只能在您家里头 您就凑着 随便给我们找点 哎对对对 不要太脏太累 随便找点清火就行 哦 哎 行行行行 那你们就跟我上后圈看看 哎呦 谢谢谢谢 来来来 请请请 你请请 来来来 小心门槛 小心门槛 喱 encontra 哎 individual 快特别的 睡觉 我们去半个银摸 哪里 我看它的叙род 照片 啊 我想你 截到的 远船 就把它们来 我家猪吃的 你使点劲行不行 我没不使劲了 你使劲了 使劲了 使劲他们怎么掉地上了 你搜手怎么不说一声啊 少这么废话 来 你走 先生 咱们坐玩了 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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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刚掏茅房 别跟我们跟这儿操啊 谁掏茅房啊 我就在后边抽了两根烟 这可不像八路干的事 咱不能真和八路一模一样 没错 咱要真成了八路 黄军该不干了 你们哥俩怎么又抬回来了 这 妈 门口那鬼子 不让出去 打他呀 别忘了 咱现在是八路了 专门打鬼子 对呀 他妈的了 你去打他 去把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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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么上是什么的 啊 报 我们正在商量打鬼子的事情 啊 打什么鬼子呀 吴福贵不是说 八路经常摸鬼子的港哨吗 我们合计是吧 先把后面站岗的那个 给他摸了 然后我们这 混蛋 他们 你们把后面那港哨给摸了 那黄军能饶不了你们吗 啊 我说什么来的 不能什么都学 嗯嗯 嗯 你们他们也得学得会呀 不行 谢谢 你听那么行 你听那么行 你先去 你你先去 你先去 你你先去 你先去 你先去 八丈 你快快你先去 干什么呢这是 都坐这吃 无福贵 你觉得他们现在想拔路 那得分让什么人看见了 如果要让真的拔路看 就是闭着眼都能知道他们是假的 那得分让什么人看见了 如果要是等天黑以后 遇见那些没有见过拔路的老百姓 兴许可能背不住到时候能混过去 这么说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 蒙魂国关 烂鱼成熟了 很好 黑灯太君 您什么时候吃啊 不必了 我一天只吃一顿饭 您肯定是等着晚上那顿寿宴是吧 黄队长 今儿晚上这些老总太君们 还吃这个合适吗 合适 不合适 今天晚上 你就不要准备他们的饭了 您让他们练挨饿是吧 最好这个 这听说这八路啊 有时候也吃不上饭 我没说不让他们吃 我是说今天晚上 他们不会在这里吃 那我就不预备了啊 您忙 您忙 不预备了 太君 是不是今天晚上咱们有行动啊 嗯 什么行动啊 这是一个不可告人的行动 所以 我只告诉了野靠大佐 正说今天晚上他们就要走了 您这可没这么说 这黑腾太君啊 说他们不在这儿吃饭 但没说走 不走 还不想吃饭 挺好啊 饿着他们 也没说不让他们吃饭 那什么意思啊 您就先别管他们什么意思 关键是今天晚上 得让野靠太君吃好了 哎 保陆 这菜都预备好了 预备什么呀 还有半锅驴肉 几根萝卜 二斤火热 就吃吃去呗 这哪儿行啊 哎 今天是野靠太太的寿宴 呃 像什么 草鱼啦 呃 笋鸡啦 蘑菇啦 蘑菇啦 这可都是野靠太君必吃的 都得预备 我什么都没有 我拿什么预备我 那你出去买回去啊 我也得出来去啊 对了 出不去啊 这可怎么办啊 嘿嘿 我就知道你们走在这儿 你是从哪儿进来的 从大门进来的呀 哎呀 不 她是问你怎么进来的 走着进来的呀 他们是问你啊 谁让你进来的 没人让我进来 是黑藤太君请我进来的 谁 真的 我在大街上吆吼得好好的 黑藤太君开门把我请进来 叫一个姓吴的 叫那些太君老总怎么买烟 都说自己是拔路 还跟我叫小老乡呢 没一个不给钱的 哎 你们说新鲜不新鲜 这有什么新鲜呢 我告诉你还有更新鲜的事呢 哎哎哎老陆 莫谈国事啊 这这呀成国事了这个 哎 哎 小师道 我说你卖完了烟 怎么还不走啊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待着呀 走不了了 嘿 你这 黑藤太君说了 天黑以前不许离开顶箱楼 而且啊 你们管饭 啊 啊 黑藤太君真是这么说的 我自个儿这么琢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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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儿还不够吃呢 我告诉你啊 你啊 就在这儿等着 我给你到厨房看看 还有没有富裕的 啊 哎哎哎 不用哎 哎 哎 干嘛啊 我得跟上去看看呀 要不他把窝头藏进来 然后跟我说没有了 这一手就行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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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你可来了 都把我急坏了 我理解 昨天我就注意到 顶箱楼被封锁起来了 所以我一直在附近观察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终于进来了 可现在出入不去了 别急啊 车到山前毕有路 我就怕时间来不及了 看样子 他们今天晚上就要醒了 到底怎么回事 看来他们吃完了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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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这儿 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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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这儿 这儿这儿 哎哎哎哎 我说你干什么呢你 到前面去帮我收拾一下 走走走 我还没吃呢就让我干活了 前面有上去的 走走走走 走吧 走走走走走 黑灯泰君 我给您把门关上 好的 那那咱们现在开始 开始 下面我们就学习 拔路是怎么宣传抗日的 你们看什么看啊 看什么看啊 是黑灯泰君让我教训你们的 啊 拔路 是怎么样了老百姓 知道这鬼子 是可恨的 是该杀的 是挨牵刀的 嗯 这个喊口号 是一个好的方法 啊 这个口号 他必须得喊出来 不能小声嘀咕 啊 你比方说 嗯 黑灯泰君 能不能 拿您打个比方啊 可以 啊 比方说 啊 要小声说 黑灯 是黑瞎子 这 这是骂人 要大声喊 黑灯是黑瞎子 我是不是没说 你没说 啊 这就是喊口号了 啊 你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大声点 明白了 哎 嘿嘿嘿对 这就 有点像口号了 啊 下面 跟着我喊 有钱出钱 有 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 就出钱啊 打鬼子呀 让谁出钱 这不刚才说清楚了吗 有钱的出钱 哦 那没咱什么事儿 都好几个月都没发现了 混蛋 五教官 黑灯泰君不让喊了 混蛋 咱俩废话 继续喊口号 不许提君想 继续 有钱出钱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有利 对对对对 让谁出利啊 这不说得很清楚吗 有利的出利 哦 还是没担什么事儿 都连着吃了两天的窝头了 哪来的利去 混蛋 混蛋 继续喊口号 不许提我头 继续 有钱出钱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有利出利 挺好的口号 让他们一喊 怎么听着这么闭闭啊 你说黑藤 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呢 会不会 是想派他们潜入根据地搞破坏啊 有钱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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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干嘛 非要用临城警卫队的人 而不直接用黄金镖的手牵呢 肯定是怕他们被认出来 那他们的行动地点 应该就在安邱附近 可是他们行动的目的是什么呀 冒充发落军 去祸害老百姓 破坏我军 在群众中的声誉 冒充发落军那是肯定的 可是祸害老百姓这种事 他们根本就不用学 那 我说你们这么喊可不行 喊的时候 应该把拳头举起来 要怀着对鬼子汉奸的深仇大恨 要不然他一张嘴他就得露馅 全体立正 跟着我喊 消灭日口 消灭日口 铲出行间 竖。 缓车封 你们几个怎么又不出声了 这口号听得不顺耳 混蛋 你以为就他们你们听得不顺耳了 不顺耳也得喊 那喊喊喊 铲除汉奸 铲除汉奸 消灭日寇 铲除汉奸 消灭日寇 铲除汉奸 这两句听得还挺解戏的 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 会不会是利用伪装到各村进行试探 试探什么呢 试探 哪个是咱们的保里村啊 没想的跟我一样 那你不早说 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锻炼锻炼你 好 那为什么要选在你们这儿啊 好 那为什么要选在你们这儿啊 我们这儿好啊 有吃有住又利于封锁 你跟我想的一样 那你干嘛还问我呀 利用这个机会 真的存在你吗 我说你这小子 来 我看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个情报送出去 即使我们摸不清具体的地点 也要通知附近所有的堡垒村 做好准备 这你也想的跟我一样 那当然了 你这小子 大家注意 下面这口号啊 字比较多 跟着我喊 千万可不能喊错了 打 打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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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念得特顺着才行 这样吧 你们几个 每人自己先念二十遍 听哪 二十遍 听没有 你们俩三十遍 不 四十遍 是 富贵 很好 应该的 应该的 这么说 你认识这个吴富贵 他跟黄金彪是一个村的 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 去年稀里糊涂的 就被黄金彪拉来当了前五兵 我们曾经计划接近他 可没想到 他第一次跟着出去打仗 就当了咱们的妇孺 在根据地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 表现不错 要不是因为家里困难 很有可能就参军了 回来以后 说什么也不赶紧内队 你们也想想 还有什么能喊的 都想想 想想想想 琢磨琢磨 我知道我知道 你说 跟着我喊啊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pix pix不是 这具怎么样 这具不错 对不太绝 太绝 说看 看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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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了 行 行了 怎么老是这句呀 我就觉得这句好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事 八路知道吗 废话 这口号是人家先喊出来的 那就更给喊了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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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哪喊哪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句可没刚才那几句过瘾 哪句都喊到我心坎里去了 师哥 你说要是真拔露站咱院里喊 那得多过瘾哪 谁说不是了 你等着吧 早晚得有这么一天 我们这光喊口号还不行 这拔露唱的抗日歌 那才要带劲 下面你们几个跟着我学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唱 大刀向 你们怎么不唱啊 向谁的头上砍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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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向鬼子的头上砍去啦 这样啊 这个呢 比较难啊 这样 我们一个一个来啊 你 你先来啊 唱 跟着我学 跟着我学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唱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不 你别加这么多零碎啊 稍微慢一点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唱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这就对了啊 不过你 你这意思啊 那还不够啊 等我想想啊 当时八路指导员怎么跟我说来着 哦 对了对了 我们应该啊 慷慨鸡啊 我们每一个人 都得怀着 对鬼子的深仇大恨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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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吧 啊 太阳 您说他他这么说行吗 这吧 很好 黄队长 哎哎哎 这就是八路的宣传 哦 厉害呀 厉害厉害厉害 还有你们 你们想想 这日本鬼子 怎么让你们替他卖命 扫荡的时候 怎么让你们在前边唐雷 逃跑的时候 怎么让你们在后边挡枪子 啊 这怎么回事 嗯 不对啊 怎么还没反应 我当时一听都气炸了 啊 还有 老欠你们的军饷 是 是 欠军饷来了 我都让你去一半 好 我们再唱 大刀香 鬼子们的头上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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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太队 他们马上就好 你放等会儿 快快快 快 快快快 站好了 小心 怎么样 像不像 要是天黑以后不仔细看 还差不多 不 太队 您训他们两句 没事 王小舍 到 我认命你为 这支八路军武功队的队长 这次行为 由你指挥 保证好好指挥 太队 太队 我指挥他们干什么 去国家村吃饭 然后回来 都别躲了 太队说了 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 太队 吃个饭干嘛还装成八路啊 我就是想知道 国家村的老百姓 对八路什么态度 哦 明白了 太队 那您为什么不让真八路 八路不听您 哦太队 我也明白了 哎呦 高啊 高 哎呦太队 怎么办 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真是急死人了 实在不行 我们只能采取第二个方案 看来不必了 看来不必了 你懂什么呀 这可是也靠太军的大事 哎哎太太您来了 请 哎呦白饭习惯 您可算是来了 快愁死了 愁什么呢 要过所有的村子 不要停留 击破目标 是 可是太队 要是遇到黄军怎么办 放心 我会通知沿途的黄军和警卫队 照顾你们 可是太队 要是遇到真八路怎么办 打得过就打 明白了 打不过就跑 可是太队 不要可是了 回来以后 我就在这里给你们庆功 可是万一我们 嗯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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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乡 预备 快 唱 大老乡 大人的头声看阅 大老乡 大人的头像看阅 大人的头像看阅 大老乡 你的这次任务已经手中挣起了 今后你只要为我小全马之劳 你被巴陆俘虏的事 我就死不认账 多谢太监 那我可以走了吗 不行 天黑之前谁也不能离开这里 除了我 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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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你拉下一样 我妈一模 你这儿 来来来 黑腾太监 那个野靠太太来了 说请您和黄内长过去一趟 商量一下寿宴的事 就知道吃 您请 小心 你留什么太监 你小心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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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 你早就这了 打死我我也不来呀 谁愿意在你们这儿吃饭呀 是泰君留我在这儿吃饭的 呦 你还说 泰君你留您在这儿吃饭 哪儿 哪儿是我 哪儿是我 您不就是小黄庄 吴富贵 吴大叔 买过我的烟的呀 您怎么没跟那帮人一块走 你那次还让我跟他们 跟他们干那些缺德事 您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明白 是 您等着 我给您拿包业 才选择 您一天 一回乎 才选择 太太说 一年就过一次生日 全让你们给搅和了 没有 我 一切 请再多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光有萝卜和咸菜是不行的 是是 为什么不出去买菜 太君 您又不是不知道 我要能出去 我早出去了 说得对 你的不能出去 是是是 可菜一定要买 太君 总不能让我和太太去买菜吧 当然 当然 赶快想办法 不是 我这 我能 嗯 我只 嗯 不是 我只能出一个嗖主意 您看行不行啊 我不怕嗖 说 好 伍大叔 您放心吧 甭说过家村 我哪儿都没心见 你为这个干嘛 算了算了 只能看他们的命了 我 我怎么越听得糊涂呀 小石头 小石头 我在这儿呢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又跑这儿捣乱来了 谁捣乱了 我这跟吴大叔聊天呢 对 就是我们聊天呢 聊完了吗 刚 刚聊完 那得了 去帮我买菜去 是你办法卧头就这么支持我呀 你这小子 是黑腾太君让你去的 哎呦妈呀 吴大叔 那我先去了啊 这 这黑腾太君可厉害了 快 快 快 哎 你这小子 我还没给你钱呢 哎 瞧把这孩子吓的 早孽啊 喂 嗯… 不 我这儿 不 我这儿 我这儿 看你了 什么 祝太太长寿 来 拍这个 太监 已经照您的吩咐 在外边准备庆功酒席了 我有了 吴小叔 这白给的饭 您怎么不使劲吃啊 我没心的吃 您看我 不吃白不吃 这孩子没心没肺的 驴肺还堵不住你的嘴 您看我 干杯呢 黑腾太军哭什么呀 太子说呀 他那个装扒入的计划 得到了司令长官的夸奖 太监 改行这点子是也靠太军出的 你觉得可能吗 黑腾太军 您说这野靠大军怎么走了 他就不喝这庆功酒了 他可能啊 实在不好意思喝了 哎 报告太军 我们回来了 嗯 这是怎么了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 报告太军 就别提了 天刚擦盒的时候 我们到了国家村 我们刚喊了一声啊 老乡们 我们是八路军武功队 几十条枪同时开伙啊 啊 想谁开伙 当然是像我们啊 什么人干的 国家村自卫团呢 你 你肯定是自卫团 不是八路 绝对肯定 那里面 男女老少都有啊 他们一边高喊着 抓八路啊 别让八路跑了啊 一边把我们包围起来 当时我一听 我也不含乌 把枪一挥 大喊一声 弟兄们 撤 带着弟兄们 往回跑 这才没有全军覆没 对 对 对 就他妈回来你们四个 啊 能走路的 就我们四个 有两位太军 在突围的时候走丧了 还有两位弟兄 负着重伤 生死难料啊 哈哈 很好 来 坐 嗯 快坐 快 坐 赶紧坐 坐呀 快坐坐坐 快 快 你们 却实立功了 啊 啊 如果你们不爱打 怎么证明国家村 是皇军的模范治安村呢 哦 哎呀 哎呀 来 这杯酒 为你们押金 谢谢 参加行动的人 重重有赏 谢谢 希望你们 早日把伤养好 谢谢 下次这样的行动 还派你们去 谢谢 谢谢 啊 啊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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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